台灣的缺水問題還是沒有解決 而台北市長柯文哲打算要調漲台北市的水費 但是市議員認為 加速泰漢自來水管線的速度 降低漏水率才是治本的方法 算下來台北市每兩年漏掉的水 超過了一座翡翠水庫 漏水率每年高達了26% 叫市民請喝一看 拿出檢測漏水的工具 陣陣的水流聲十分清楚 台北市長柯文哲打算調漲 台北市水費 但議員認為除了漲水費 也要加速泰漢自來水管線 降低漏水率 自來水庫應該更新 他們的工法 還有提升提高 每年編列要來更新管線的預算 這樣才能夠達到市民的期待跟要求 議員大聲要求 就是因為光是去年 台北市的自來水管線漏水數量 就高達6200多件 比率高達16% 加上司接貨沒被查獲 10%的漏水 每兩年消失的水量 就超過一座翡翠水庫 大概10%收不到水費 那有其他的一些因素 比如說有些市政用水 當然也有一些很少量的竊水 這些都是其中一部分 那這些水有的東西 並不是說是漏掉的 它可能只是沒有收到錢 而北市府也從2005年起 每年編列預算要花20年 泰漢管線 因為挖馬路這件事情 因為停水又要影響交通 所以說可能大家又非常出路 也不方便 對我們施工來講 其實也是非常的困難 水價已經20幾年沒漲的情況下 經費稠作其實也是有困難 自來水術強調 泰漢管線的速度 其實已經高於國際標準 不過全台水勤依舊拉緊報 還是呼籲民眾節約用水 渡過焊象 U10TV胡錦順 直剛台北報導